接着看第二场赛事 第二场是四班场合路程1650米 第二门马排了一档的双折军 2.8倍开飞过完关之后有3倍 到最后阶段是2.7倍 爱马剑开飞有7倍 过完关之后6倍 林美洛很多落到3.9倍 胜出魅力开飞5.4倍 但他就回飞了 回到7.8倍开跑 第二场是四班160米 起步的时候慢了就初出马 那一匹宇宙经典 黑衣红帽起步真的慢点 出得最快的那一只 爱马剑在内档已经摄了 但外档很多马都在来 马主 升辉 金旗 庄家 绿豆 挂杰 几只都快 红衫日日够在中间 外面有个黄宝大布兰 现在就摄进去 贴纜大门的双折棍 然后马先看到幸运飞弹 外叠黄色潜艇 粉红衫那一匹有形星 胜出魅力暂时尾尔 包紧尾暂时起步慢了 一个宇宙经典 转到对面的时候 前面金旗庄家单騎带出来 绿豆怪剑守着第二 黄宝外叠走第三位 然后马主升辉 接着爱马剑起步快 拖回第四位 后些多位置就黄色潜艇 然后双折棍日日够 接着有形星 接着马先看到 胜出魅力上的幸运飞弹尾尔 包紧尾暂时是宇宙经典 开始上大石斜波的时候 前面金旗庄家暂时还带头的 绿豆怪剑守着第二 黄宝外叠第三位 铁蓝第四位 爱马剑上了一点 接着是马主升辉 然后黄色潜艇走外叠 双折棍很定 还没动着 反而有形星和胜出魅力就开始骑 幸运飞弹还在打 包紧大尾宇宙经典就跟不上大队 进来最后直路的时候 前面还在金旗庄家带头 黄宝大步骂骂上到来 爱马剑走中间位置 扔出外当的马主升辉 双折棍好东西 转个位转得好漂亮 这里有位置冲上来 最高峰的时候 前面还在黄宝出了多少 马主升辉上来 但这时候双折棍 变速不同班 这里冲过了 后面上来就爱马剑 那中第一名是双折棍 第二名是很接近的 黄宝第二 第三名爱马剑 第四名是马主升辉 赛后提出抗议 曾经爱马剑抗议黄宝的 亚军资格 但不成功 吃了它的位置 压着它 主要直路初 其实回到来很近 那两只马 可以在巡楼影片 看看直路的情况 在直路初 我想又不可以说 完全没有影响 现在的尺度 通常这些不掉的比数 会大一点 我想它有两个论点 就是跑线 是否完全扩立了 是真的 还有直路 因为它距离中点 受阻度也挺远的 距离中点 都给了机会 你都真的没有报告到人 那就比较麻烦一点 是的 你所说的就是 赛后报告里面所记载的 是的 这个都是董事的理由 但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看 其实它是逐步追近的 不过就 虽然没有成立过抗议 但是就有告诫到 舍恩的 都是要确保 努力阻止这个坐骑 邪跑 当然 因为它转弯弯 它就飞了一点出去 然后它跟着 就再挨回去 其实这些黄宝 根本是一只布施 都很轮盡的马 来的 它现在走了三叠 可能又帮到它 有一些马 出脚不信 你让它望空了 反而它会走得好 它如果运了外马 劍 我都觉得加倒促也成问题 那些脚法是出得有点轮盡的 对 那双切棍就很幸运 我觉得预着都挺弱的一组 来看一下黄宝和外马剑 这里 主要是这下 其实宝线就确立了 被你压过去就没有了宝线 它已经是在二叠望空了 那里 你说回来的 它是越追越近的 你说不压 哪个赢都很难说 如果有一步过它就好一点 但是看起来就没有一步过它 这里压了 然后它立刻出回来 但是它拉近了一个距离 当然现在的尺度 除非有很强的理由 不是先到中点者性 现在这个是这个标准 它其实是越追越近的 看一下第二名照片 相差都是短码头位 分段时间 头对28秒13 第224秒35 第3对24秒1 没对23秒96 总时间1分40秒54 当然这个都是宿命来的 我是马剑跑这个路程 Q都没进过 一都是三四四 结果又真是跑第三 最后它下了很多飞 它也跑得挺近的 但是你怎么赢得双折棍呢 真是 不知道啊 但是那些飞真的很强劲 下了三十几元 但是双折棍的形势 其实就贴着蓝爪 进直路才移出来 那一只马有适合 就是撒开大步 那个势就很强的 应该都是 你这样看下去 爱马剑真是没办法匹敌的 其实看方家柏今晚的暴震 他真的都不是说让你蔡若翰什么 他都想全力拼搏的 不过 就真的得双折棍赢得到 其他那两批 甚至去到教育场 那些进着时 真的没办法对手就太强了 所以这段时间 就畅汗又这么好看 方家柏又这么好看 有时马都不需要想这些东西 相接过很多朋友就说 四班去到这个分得不行的 四班真的未必一定说 十拿九能得 但是一看这对手 你发觉都差一点距离的话 就已经可以了 是啊 方仔在主场上真的 不退让 知道对手强都一样拨 这场回来跑来四名 那只马主声回到潘顿 最后一百米的步幅开始收窄 那只马要通过手与检验合格 才可以再跑 好了 我们偷偷回来再讲第三场